邓紫棋在提前男友 从林佑佳到华晨宇 她的恋情总是不能见光 娱乐圈的关系非常有趣 有人说明星结婚排座位才是最麻烦的 要想到谁和谁不和 谁和谁在一起过 要避讳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这种事情也是反映情商的时候 最近有选手在参加节目的时候 就出现了情商捉急的状况 这个节目的导师是邓紫棋 这位选手为了赢得邓紫棋的肯定 决定情唱一首歌曲表示自己的水平 没想到一张口 竟然唱的是林佑佳的说谎 林佑佳和邓紫棋的关系应该不用小巴多说了吧 虽然说过去了好几年 但是当时分手的时候可以用轰轰烈烈来形容了 听到这首歌之后 邓紫棋也是立刻发射白眼 旁边的导师还有陈伟霆 陈伟霆跟邓紫棋从很久之前就认识了 在香港的时候就是很好的朋友 他们俩的关系相当于同班同学吧 陈伟霆在听到这首歌曲之后 立刻发出爆笑 忍不住地看向了邓紫棋 一脸看好戏的表情 还立刻跟旁边的胡海拳一起分享这个八卦 两位哥哥这个表情 跟我和小伙伴分享八卦的表情一模一样了 对比这边的开心吃瓜 那边的吴亦凡和宋茜则是一脸蒙地 毕竟邓紫棋和林佑佳那的轰呼烈烈的时候 正是十四年 那时候的吴亦凡也正处在退团的事情之中 可能没有心情吃瓜吧 没关系 旁边的周比畅立刻赶来科普 周比畅立刻说 那个 谈过恋爱 唱得还是很不错的 只不过 他唱林佑佳的歌曲 居然想拉邓紫棋的票 一开始这个选手还没有反应过来 听到陈伟廷说了之后才立刻明白 这个表情也太好笑了 红红火火恍恍恍恍恍 不过最后邓紫棋还是给了他过 全程是这样 当事人 老同学 AYWC 隔壁班不明情况的 WTF 隔壁班八卦村子 H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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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尴尬程度 堪比上次林佑佳唱说谎的时候 下面的灯牌全是邓紫棋的牌子 其实娱乐圈的前任 在见面的场景还是蛮多的 这次之所以这么尴尬 是因为邓紫棋和林佑佳分手的时候 闹得太难看了 两个人的恋情在2000年的时候 就被人曝光了 那时候的林佑佳 还是星光大到刚刚走红的选手 邓紫棋还是一个新人 但是被拍到多次一起出游 还有牵手的照片 有一次见到了狗仔 林佑佳还差点为了保护邓紫棋跟记者动手 中间记者也有问到过猛掉 那就是邓紫棋说自己拒绝了林佑佳那个的邀请 但是对于这段恋情 林佑佳一直保持着不承认的态度 直到13年的时候 两人一起牵手走红毯 才被外界认为是公开的表现 那时候的两人还是歌坛的金童女女 没想到过了没多久 邓紫棋参加了《我是歌手》 在内地一炮而红 跟林佑佳的地位算是做了个调换 两人的恋情也是在这个节目上结束了 当时邓紫棋在《我是歌手》唱了周杰伦的《龙卷风》 暗示分手 这也是名场面了 本以为这是个结束 没想到分手才是撕逼的开始 不断有媒体问林佑佳和邓紫棋分手的事情 这个时候 连佑佳也承认了分手 但屡次提到了邓紫棋惹到了郑主 邓紫棋当时发了ins回应说 在一起的时候不承认 现在分手了 反而一直提到她 直接手撕了林佑佳 林佑佳还发了声明回应邓紫棋 只不过这个时候 已经有了新女友丁文奇 也像是为了急于撇清跟邓紫棋的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